夜晨斩出的剑芒 竟是在这血剑的撞击之下寸寸碎裂 而那乌黑血剑也是一个闪动 瞬间击中了夜晨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整个地宫都摇晃起来 夜晨的身躯宛若断线的风筝一般 被那道血剑狠狠击飞 撞在了身后长廊的墙壁之上 这墙壁不知以何等材质制成 竟是无比坚固承受了夜晨的撞击 也仅仅是浮现倒倒裂痕 并没有完全坍塌 夜晨的身子滴落在地 一身气息都略微地衰弱下去 其面上苍白胸口之上 被那血剑轰出了一个大洞 鲜血之流 无边死气自伤口处涌入了夜晨体内 疯狂破坏着他的经脉血肉 乾坤镜二层天的一击太过恐怖 即便以夜晨的生命力承受了这一击 也是有些吃不消的 而这还是在陈幽没有施展自在天的情况下 陈幽见状哈哈大笑起来 就这 还说要让我泯灭 不过 你的生命力倒是有些令我吃惊的 说不定你死后能够成为比我更高等的炼尸呢 嘿嘿 夜公子 这么一来死在我的手中也未必是一件坏事不是吗 夜晨从地上缓缓爬了起来 胸口上的血洞逐渐愈合 陈幽看到这一幕神色更加兴奋地道 夜公子 你还真是会带给我惊喜呀 即便是那些上古时代的强大炼尸都未必能像你一样 受了这么重的伤 转眼间便能恢复的吧 我都有些迫不及待的要将你炼制成尸了 夜晨一抹嘴角鲜血二话不说 常见义武便再次朝着陈幽冲来 陈幽鬼笑一声 周身死气翻涌 两柄骨刺也出现在婴儿般的小手之中 朝着夜晨杀去 两人再次发生碰撞 这一次依然是夜晨的身体被狠狠轰飞 夜晨的尖头被刺穿了一个大洞 夜晨挣扎着从地上爬起 陈幽手持骨刺没有追击 而是玩味地看着夜晨 仿佛就像一头戏耍老鼠的猫 他倒是想看看 这家伙还能不能恢复 夜晨淡淡地扫了自己的伤口一眼 一只手狠狠地按在了伤口中 下一刻血肉疯涨 这受伤的手臂竟是眨眼间便重新恢复了 陈幽看着夜晨仿佛看着什么西式珍宝一般 大笑道 夜公子 你也有点太逆天了吧 从来不会让我失望的 我都有点舍不得就这么将你杀死了 夜晨一言不发 再次朝着陈幽攻来 每一次都是重伤 每一次都被击倒在地 但夜晨却是硬是靠着那恐怖的生命力扛了下来 起初 陈幽还抱着玩乐的心情 但越打陈幽便越是惊悚 即便他现在想要将夜晨击败 似乎也无法轻易做到的 每当他以为夜晨该倒下了 可他却总是在下一刻便能够站起身来 仿佛永远也无法击倒的不灭战鬼一般 陈幽冷冷地看着此刻伤痕累累 面色苍白的夜晨 有些不悦得道 夜公子 你为什么还要站起来 不知道我已经玩腻了吗 你应该倒下了 放心 我还不会这么快杀死你 在你死之前 我们还要进行很多很多的游戏 这样 你才能成为强大的炼尸 知道吗 夜晨却是仿佛没有听见一般身形一动 便再次攻来 陈幽的神色彻底阴沉了下来 冷笑道 你不会真以为我无法战胜你了吧 夜公子 我好像有些高估你了 到现在 你还未施展过自在天 莫非你还没触碰到乾坤境 还是连自在天都没有炼成 夜晨文言终于停下了动作 开口道 那你呢 你身为狮鹰 天生便拥有极其强大的实力 可是实际诞生的时间 并没有多长吧 虽然你吞噬了炼制你的 那名狮道武者的灵魂 继承了部分记忆 可通过刚才的战斗 我已经能够确定你的武道造诣并没有多高 毕竟你身为炼尸 原本只是供活人驱使的傀儡罢了 虽然意外拥有了神志 但想要炼成自在天 却比人类武者难上许多倍吧 这也是为什么 你要将我引入这地宫之中 才敢动手的原因 这地宫之中的死气如此强大 已经近乎化作了异界一般的存在 一般的乾坤境武者 即便施展了自在天 想要改变这地宫之中的法则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叶晨讥讽地看着陈幽道 说到底 炼尸就是炼尸 若是你父亲操控这具躯体的话 也许还能将我击败 你 陈幽的实力可比地渊殿 那些强者弱多了 气息虽然是乾坤境 可武道实力估计也就和外界的 补天境七层天差不多 不过在这片区域 实力倒是加成了不少 不然 叶晨也不可能如此狼狈 陈幽闻言 面容骤然猖然猙獰起来 立刻道 给我闭嘴 下一刻 其周身死气大盛 漆黑的鲜血 自体表狂拥而出 在清黑的皮肤之上 化作了一道道血色符纹 汹涌的怨念 近乎化为了实质 这狮鹰似乎被叶晨戳中了心中的痛处 竟是要毫无保留地出手了 叶晨笑道 这就对了 你若是不施展全部实力 又如何提高我的战斗经验呢 陈幽凶残的一笑 这该死的人类到现在还在装 提高战斗经验 施展这血院状态 虽然会消耗其失去的本源力量 但对其实力的提升也是无比巨大的 凭着这血院状态 如今的他甚至有机会强行击破 乾坤境舞者的自在天 叶晨的生命力再强 也绝对无法抵挡如今自己的攻击 下一刻 陈幽化作一道暗影 瞬间出现在了叶晨身侧 手中骨刺 无比迅急地对着叶晨的头颅刺去 叶晨目光一领 在那骨刺即将击中自己的前一刻 猛地挥剑斩在了那骨刺之上 但即便叶晨反应过来 在其手中长剑与那骨刺接触的瞬间 一股极为惊悚的力量 竟是瞬间爆发而出 即便以叶晨这一身的距离 都难以抵挡 其持剑的手臂一阵咔嚓碎响 骨骼之上竟是被震出了无数裂痕 轰隆一声 叶晨的身躯被轰击地向后飞退 手臂上鲜血横流 但只是一个开始 陈优音笑一声 竟是以匪夷所思的速度 再次追上叶晨 骨刺疯狂击出 巨大的撞击声在这地宫之中 不断地回荡着 仅仅是三个呼吸的时间 叶晨浑身已经是千疮百孔 海量的鲜血自其体内涌出 他粗重地喘息着 陈优出现在叶晨面前 缓缓举起手中的骨刺 对准了叶晨眉心 冷笑道 你不是说要让我泯灭吗 现在还举得起剑吗 叶晨似乎已经陷入了绝境 悬艳那蓝紫色的火光 也逐渐地暗淡下去 连焚血绝都已经无法维持了 此刻的叶晨已经到了极限 但诡异的是 叶晨此刻却依然保持着淡然的神色 叶晨缓缓地抬起头 看向陈优 突然间 他的嘴角竟是浮起了一抹笑容 我好像没有说过 泯灭你的人是我吧 你说什么 陈优文言微微醋眉 心中竟是涌起了极为不祥的预感 就在这时 叶晨身后的虚空之中 泛起了阵阵波动 一道女子声音 在陈优的耳边响起 诗英 你好像要将我的弟子炼制成诗啊 一名戴着面纱身材无比曼妙的女子 出现在了叶晨身后 她神色冰冷地看着陈优道 你可知这么做 她的师父会很生气的吗 这女子自然是明州暗府的辅主 顾玄 陈优一双鬼眼死死盯着顾玄 虽然无法看穿顾玄的修为 但其心中竟是涌起了无比惊悚的感觉 下一刻 陈优猛然尖叫一声道 该死的人类 在这地宫之中 我便是无敌的存在 既然出现在了我面前 那么你也去死吧 陈优身心一定 骤然化作一道暗影 出现在顾玄的身前 体表之上的黑血符纹 瞬间爆发出一阵乌光 顾玄见状美眸之中 却是浮现一抹不屑之色 那师英陈优 见顾玄面对自己这一击 竟是连抵挡的意思都没有 恐怖的面庞上浮现一抹猙獰之色 手中骨刺狠狠朝着顾玄的双眼刺去 无比庞大的力量 自骨刺之上爆发而出 甚至这两柄品阶极高的骨刺 都有些无法承受陈优的力量 而出现了道道裂痕 而就在这骨刺 即将命中骨玄的瞬间 骨玄终于动了 他缓缓抬起手 伸出一根匆匆欲指 点向身前的骨刺 陈优冷笑道 女人 你太拖大了 面对我这一击 只用一根手指抵挡 马上你就会后悔的 转瞬之间 陈优的骨刺 与顾玄的手指发生接触 而就在此时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顾玄身前 骤然浮现一抹乌芒 那乌芒浮现的瞬间 这地宫之中的无穷死气 似乎都开始飞速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 仿佛充盈在整个天地的毁灭气息 那陈优面上的猙獰之色 瞬间凝固 他难以置信地 看着眼前的黑芒 发出一声尖叫 竟是猛地止住了身形 抑郁放弃攻击 远离眼前这散发着 致命威胁的乌芒 陈优如今已然醒悟 顾玄根本不是 他能够抗衡的存在 双方的实力 完全不在同一阶级 所以他想要逃 顾玄见状 冷冷一笑道 哼 现在想逃 逃得掉吗 那乌芒瞬间化作一道 极为深邃的黑暗 闪电般笼罩了 陈优的身躯 下一刻 一道凄厉至极的惨叫 至黑暗之中发出 黑暗消散 这恐怖的狮鹰 就此从世上消失 离开built 雷霍 我怕 İch 见状 下 下 前